刚才您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最近 地点是在河南省第一监狱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是泪流满面 几乎瘫倒在地上 他就是赵作海 曾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缓接两年执行 法官宣判的内容是赵作海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自己关了12年 突然有一天竟然会被无罪释放 赵作海究竟犯了什么案子 12年后又为何会被无罪释放呢 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咱还得先从最近赵作海村里发生的一起 死人复活的怪事说起 2010年4月30号的下落 在河南省浙城县老王吉乡的赵投书 村支书李东厚正在村里查证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给他打招呼 回头一看是一个50公司的男子 仔细再一打量 差点没把李冰够吓死 和他打招呼的这个男人叫赵震赏 赵震赏不是早在十几年前就死了吗 怎么突然又出现了呢 李中厚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可仔细一打量 没错 眼前这个人就是赵震赏 赵震赏没死还活着 很快这个消息在村里就残开了 村民们纷纷赶过来电认了 眼前这个苍老的男人 正是12年前被公安机关认定被害身亡的赵震赏 这死了多年的人竟然又活着回来了 村民在诧异的同时 很快就想起了村子里另外一个人赵作海 赵震赏现在回来了 那赵作海该怎么办 难道当年的事真的是搞错了 原来1997年的10月30号 河南省浙城县老王吉乡赵楼村村民赵作亮向警方报案 说自个的叔叔赵震赏突然失踪了 警方经过调查 很快将和赵震赏有矛盾的赵作海 作为嫌疑对象进行调查 不过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将赵作海释放 1999年5月的一天 赵楼村在挖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具男尸 无头也没有四肢 村民们开始怀疑 这具男尸很可能就是失踪了两年的赵震赏 随后就报案 警方接到报案后 经过现场勘察初步认定 死者就是赵震赏 于是又将赵作海列为了重点嫌疑人 在派出所赵作海后来也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2002年10月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赵作海 缓期两年执行 这赵作海入狱后表现较好 后来经过两次减刑 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不过没想到的是 赵作海在度过12年的牢狱生活之后 已经被他杀死的赵震赏 却突然现身了 这赵震赏没死 那么那句死亡的无头尸又是谁呢 赵作海当初又为什么会承认他杀人了呢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两个人中一个莫名其妙的被传身死 另一个又浪当入狱呢 赵震赏和赵作海是前后院的邻居 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 还曾经一块到陕西打过三连工 不过就在这次打工的过程 两个人却发生了 有一次赵震赏认为 赵作海撕通了他1800多块钱的工钱 为了这一千多块钱 两个人的积怨是越来越深 1997年10月的一天 赵震赏一气之下 趁着赵作海熟睡的时机 拿刀砍上了 因为害怕赵作海报复 赵震赏连夜离开了赵楼村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一逃 却直接改变了赵作海以后的命运 赵震赏从家里逃出来之后 先后去过安徽湖南等 后来大部分时间 就在老家四周一百公里的范围里流浪 靠简破浪人生 后来逃避这些年 有没有听说赵作海被抓到的事了 没听说 今年四月 赵震赏突然因为脑血栓 引发了偏瘫 苦于身边没有亲人赵颖 再加上手头上也没有钱 为了申请低保和医保 他就不得已返回了自己的老家 回到家里 赵震赏才知道 赵作海因为杀害自个儿 而被判刑坐牢的事 而且还差点丢了性命 对于自己12年没回一次家 赵震赏也讲了原因 赵震赏不仅故身一人 十多年后再回来 原来的房子也倒了 他只好暂住在亲戚家 而警方在得知赵震赏死而复生后 迅速找到了他 并最终确认了他就是12年前失踪死亡的赵震赏 而赵作海故意杀人的罪名也又不能成立 今年5月5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5月7号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赵震赏身份确定的材料 8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审委会 认为赵作海杀人案是一起明显的破案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撤销原来的判决 宣告赵作海无罪 今年5月9号上午的8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来到河南省第一监狱 在监狱的停损现场 审判长根据程序宣布裁定赵作海无罪释放 河南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随后赵作海在监管人员的陪同下 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脱下身上的囚服 换上了新买的衣服 监狱方还给赵作海发放了释放证明书和回家的路费 监狱方还给赵作海不仿 然监狱方还给赵作海不仿 缓慢的走向台阶 走出了河南省第一监狱的大门 这一刻他重复自由 迈出监狱的那一刻 赵作海显得很平静 从现在起 他是一个清白的人 清白二字对于他来说是那么的重要 12年 想当年赵作海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 而如今背已经驼了 人看上去也很虚弱 已经是一个年进花甲的老人了 听说赵作海被无罪释放了 在他的老家赵楼村聚集了许多人 有众多的媒体记者 还有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 他们都想见证赵作海回到老家的那一刻 可是大家伙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 却没有见到赵作海 人们开始感到奇怪和纳闷 这时赵作海的一个亲戚站出来说话了 一个周小时就到这 到镇上 到镇上 然后从镇上再往哪去呢 今天早上给你打电话要回来 结果现在还没回来 好 打电话 到底是不是 不会是游乐还是 现在陪着他不会是 建设出去一直陪着他是吗 一直陪着他 是带着他去旅游还是什么 不是 反正监察病 检查病去哪检查病 这按说从监狱出来了 首先想到的是回家 毕竟离开十几年了 家里变成什么样了 亲戚朋友家人还好吗 应该是有着说不完的话 可没想到赵作海从监狱出来 他并没回家 而是去检查身体了 而且还是由县委书记亲自陪着 村民想不通 你说坐了十几年牢 待遇和地位反而提高了 这要说检查身体 他也是应该的 可是也不至于这么急 怎么着也得先回家 静养调整几天 村民实在是想不通 这个时候有人悄悄说了 其实这是故意在躲媒体 县里边怕把这事给闹大了 正当人们对赵作海去向 进行各种猜测的时候 5月10号的晚上 赵作海突然回到了村里 住在了妹坡 那么从监狱出来后 赵作海究竟去了哪里 是去看病了 还是让县里接走去旅游了呢 赵作海说自己从小就和妹妹最亲 出狱后他坚决要求去看看妹妹 兄妹见面 那是抱头痛哭了一场 前面我们说到 今年4月底 河南浙城县农民赵振赏 被认定死亡12年之后 又突然死而复生了 从而揭开了一个尘封了十几年的冤案 同村村民赵作海 为此含冤入狱了12年 今年的5月9号 赵作海被宣布无罪释放 出狱后他先去了妹妹家 不过他最挂念的还是自个儿的家 他想知道离开这12年里 家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2010年5月11号 河南浙城县老王吉乡赵斗村 5月11号上午 赵作海来到自己园来住了家 一切都已经是面目全非 原来的院墙早已坍塌 院子里长满了青蒿 走进破旧的屋子 屋顶上还有一个大洞 12年了 时间太长了 听说赵作海来看自己的老房子 许多人都过来围观 有媒体的记者 还有多年没见的村民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乡里的干部也来到了现场 房子没了可以重建 可是在赵作海离开的这12年里 他破碎的家又该怎么办呢 原来在赵作海判刑出狱后不久 他的妻子就改嫁并带走了两个孩子 另外的两个孩子也送给了别人 赵作海的妻离子散和他当年的入狱一块 那么既然当年没有杀人的赵作海 为什么要认罪呢 赵作海说 1999年5月 赵楼村在挖井的时候 发现的那具没有头的无名男尸 使公安机关再次将他作为了重大嫌疑人 刑事拘留 从那之后 他就死去 在一个多月的审讯过程中 赵作海先后9次被迫承认有罪 或说不论死 就要一杂手一杂手 这样看来 当年赵作海认罪是在派出所驱打成高 那么当时检察院在收到了公安机 移交的案件材料之后 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费尽周哲 找到了当年曾在商丘市检察院 侵犯此案的公诉人汪继华 如今汪继华已改行做了律师 据他说 当年拿到赵作海案件的时候 他确实发现了一些误件 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如何确认死者的尸体是被害了赵认祥 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当时他有无法确认了他的证据 没法确认 当时就没有确认 那不是说做经营鉴定 这个呢 因为时间在长 据我回忆呢 因为这个赵认祥 他父母已经去世了 他又没有子女 可能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呢 做DNA检验比较困难 但是即便是比较困难呢 我们也要 要让公安 让公安机关 把这个建立完成 在发现这些疑点 并且无法解释清楚的情况下 检查机关先后两次 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为由 退回公安机关 要求补充侦查 在我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我是坚持了这个原则 实实不清 证据不足 就没法起诉 没办法起诉 对 至于说后来市检查院 为什么在实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情况起诉了 那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在2001年5月份 已经辞职 这因为证据不足 商丘市检察院在两次退卷后 拒绝再次接卷 而警方呢 则坚持认为赵作海就是杀人凶手 不能放人 于是赵作海就被继续积压 2001年 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刑事案件 清理超级积压 专项检查活动的时候 这相关部门呢 曾经召开过一次联席会议 对此案呢 进行了研究 最后认为此案的失源问题 没有确定 仍然不具备审查起诉的条件 到了2002年89月份 公安机关将此案件 提交到商丘市政法委 商丘市政法委组织了 一个专题研究会 经过大家的集体研究 认为此案具备了起诉条件 检查机关最终才决定 受理死 2002年12月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赵作海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的分析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经过复合 于2003年2月 做出裁定 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此后赵作海就在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期间他一次也没有申诉 而是努力的表现 获得了两次减刑 直到今年4月 赵振赏突然回到了赵楼村 这场冤案才出现了转机 记者在调查室发现 有人对赵振赏的死而复生 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当年赵振赏在砍上赵作海出走时 还没有忘记 拿自家借来的东西勿归原主 记者试图寻找赵振赏来印证这一件 却发现他并不在赵楼村 有人说自从赵振赏被乡派出所叫去梦话之后 就再也没露过面 那么偏瘫之后 连走路都不方便的赵振赏究竟去了哪呢 记者又来到了浙城县老王吉乡派出所了解情况 走进乡派出所 估计市里只有一名民警在吃饭 记者来到老王吉派出所的这一天 恰好是星期二 按照规定 这一天是所长的接待日 但是接待室的门却紧闭了 四点半也没人 经过电话联系 派出所一名民警答应 带着记者回到赵楼村去找赵振赏 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对方 在同这位民警闲聊中记者了解 2003年在外流浪的赵振赏 曾打算回到自己家里 不过却没有能够呈现 真是命运作弄人 如果说赵振赏那个时候能够回到赵楼村 赵作海也不至于再多待上七年 而七年又可能让很多事情都发生改变 但命运却并没有怜悯赵作海 而造成赵作海盟员12年的事件 可以说也并非偶然 他也反映出了当地公检法等相关部门 相继出现的重大失误 这个案件现在肯定是错案 公安机关在罢了中间 也有整个错误的地方 是谁的错误 就纠正谁的错误 该追责的 坚决追责 这个案件存在的问题 应该是先而易见的 是吧 这个肯定存在一些肚子反对问题 这些人法人发布的肯定通常 这肯定非常愧疚 所以他很惭愧 赵作海回来已经几天了 来看他的人很多 既有媒体记者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也有多年没见的亲戚朋友 但在这些人当中 却没有他的四个子女 十二年过去 算起来四个子女中最小的 也已经十多岁 应该长大总是 那么他们对这个父亲 又有着怎样的感情呢 当年赵作海被判刑出狱后 大的孩子辍绝回家 小的连一天学也没有上 加上周围人们的议论 让孩子们背上了杀人犯子女的沉重负担 出狱后孩子们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赵作海对此好像有心理准备 他说当年自己含冤入狱的时候 孩子们就很少去看他 即使看上一次 也会让他很伤心 到一岁的一声都没吭 人家给我给他一路的 四只送了就有个假年 人家给我给人家发一句话 到你走的话 这才发一声 人家才发一声 你来看看 你不给人打算话 滚在话了 作海回来后的几天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不时的派人来商量 赔偿的相关事宜 每次都是闭门协商 不准外人在场 2010年的5月11号下午 河南商丘市公联法相关部门的 复得人登门看望赵作海 并进行了公开道歉 5月13号上午 赵作海在乡里 拿到了河南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给他的65万赔偿金支票 其中包括国家赔偿金50万 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 拿到赔偿后 赵作海匆匆回了家 因为他听说 大儿子赵锡良要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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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es coinc huld 赵锡良要来看这 sok 山 但是还是吗 还是 是浮所 还认识吗 还认识这 М 我要信吗 咱都不管用吗 不管用就知道了吗 那两个时间没见了 你多少时间没见了 咱这个 基本上都跟没见面差不多 他叫了你爸呢 在拿到65万赔偿金的第二天 赵作海的亲戚们就提出了异议 他们认为赔偿金的数额太少 而赵作海也开始有点后悔 随后 赵作海又要求追加65万元的精神赔偿 5月17号 商丘市相关部门 拟增加对赵作海的赔偿 赔偿金额为12万余 或者是为赵家再建议 赵作海及亲户 对于新的赔偿方案调查 目前因涉嫌刑际逼供罪 当年经办赵作海案的两名名警 郭首海周明涵已被检查机关刑事拘留 另一名民警彼得领在逃 当年审理赵作海案的审判长张运随 审判员胡选民 代理审判员魏新生已经停止接受要查 5月19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其检查室决定 当年审高院复合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件的主审法官 无业停止检查 据了解 目前河南警方已经重新启动了对当年那件无头事案的侦破工作 希望警方能够将这起案子真正的办成铁案 而对于所出现的冤假错案 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 有关部门认错和纠错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赵作海这起冤案 可以说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都是有责任的 他们没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的原则 也没有坚持以罪从无的原则 也没有按照重证据 而不止依据口供判案的法律规定 希望这些部门能够认真地吸取教训 慎重地使用国家所赋予的权利 对法律负责任 对人民负责任 对人民的生命负责 而今年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 首次将精神赔偿列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 相信法律的不断完善 将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同时也随着我们国家法治的进步 我们也相信这样的冤案不再会出现